哎呀 孩儿不孝啊 我没本事救出救父啊 我太难了 太难了 巨伯这不是 这不是为难君姑吗 这好歹是一家人 再难也得把董救父 先救出来呀 国家将军 可是给军姑跪拜呢 弟父还不赶紧闪开 也想接手此跪拜不成 你怎么受得了我家 大郎一拜快躲开 躲开啊 干什么呀 想看我的笑话啊 我呀之前就跟安母说过了 救父这个人啊 手脚不干净啊 安父不愧是大母亲儿子 他演得跟真的似的 能劝也劝了 你公子啊 也不愧是家族的亲儿子 他总是会被逮到呢 你安母啊 太可怜了 娘家几个兄弟 死的死三的算 就剩你舅父这么一棵毒苗了 要不是因为他日子过得苦 怎么会养成盼便宜的性子呢 要不把咱们府中的银钱 全都搬到救父下去呢 要不把咱们都搬到我 要 对对对 外甥啊 你其实救你救父呢 那就是救你阿母啊 我们是一家人分不开的嘛 不是不救 实实不能啊 那个林不仪 他就是个铁面炎王 若非孩儿 刚刚立下战功返回都城 他前几日 连我都敢一心逮了 我哪敢再去求他呀 这个黑心的数字啊 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你 叫不去死吗 是啊 是啊 好 我现在就到御前告你的状 说你忤逆 我听说了 当今的圣上最崇尚孝道 官员被告忤逆 轻则罚钱挨仗 重则罢官免之 我看你怕也不怕 军姑 你可知忤逆是何等大罪 挨仗免之事小 若冲军杀头 军姑又当如何 还沙头 没人说呀 阿母只管去告好了 若因不肯听从母命 去打点 为救护脱罪 此动不效行径 就是告到圣上跟前 我也是不怕的